三话一名三十多岁的工程师和太太结婚多年 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之下 一直无法成功怀孕 到医院检查之后 医师发现先生的精虫数量 在服用口服抗调法药物之后 明显减少 显微镜下 精虫的活力十足 数量也有将近一亿 正常的情况下 要传宗接代应该没问题 但夫妻俩结婚八年 太太的肚皮却迟迟没有动静 到医院检查 果然太太的舒软管阻塞了 只是经过治疗后 赫然发现 先生的精虫数量跟半年前判若两人 我正在想不透的时候 他说蔡医师 我这个精子是不是跟我治抗毒药有关 我说当然有关 他那时候弄住了 法兰西书头皮上还有持续调法的迹象 服用前服用后精虫数量比一比 服用后不仅数量减少 剩下不到两千万只 甚至动也不动 医师表示 根据国外一项研究显示 服用抗调法药物有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 会影响生育 双精搞固桶跟精子的数量 制造有关 可是双精搞固桶 它会让法根慢慢脱落 会掉头发 那中间有一个酵素 把它阻断了 那它就脱落会再长回来 但是你阻断了 双精搞固桶就不见了 那是不是精子也跟着不见 不过准爸爸们也不用太紧张 医师表示 一般只要停药三到六个月 就能恢复正常 但服用期间最好不要捐血捐精 以确保精子不会受到影响 谢谢你们洪杰明 长华报导 党政交点来关心 高雄市长韩国瑜